因為在昨天有一場記者會開完之後 我就真的傻眼了 我們昨天也有聊 費洪泰委員 他本來其實是要罵 就是說阿中部長落跑這件事情 那他又扯到別的地方去 他的原句是這樣 他說 蔡總統 你應該為一萬多的染疫往生者 降伴起才對 你應該第一時間去吊念的 不是拜登的狗 而是呢 將致應這個一萬多人的家屬 那因為他講說拜登的狗 你是在罵安倍嗎 當下所有在場的記者都是聽到 聽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語順是這個樣子 來 費洪泰晚上的時候 他透過臉書也透過他辦公室 發文說 嗯 是啦 我講的是說小英總統去年的時候 曾經呢 是就是說有寫一個說 那個拜登的狗怎麼樣了 那他有就是去哭手說 虧小英總統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也就是他原本講的話 事後翻臉不認賞說 那你覺得他解釋你聽不聽得下去 我建議蔣萬安應該聘請費洪泰 當他的競選發言人 我覺得這發言人太優秀了 也就是說 我覺得南子安大丈夫敢作敢當 你那個昨天講話 那個前後文講的就是安倍 你怎麼會扯到去年拜登的狗呢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餵拜登的狗這樣辦齊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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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硬拗啦 也就是說我不曉得費洪泰 為什麼他心裡如此的仇日 他跟日本有什麼國仇家恨 因為我跟他算熟啦 據我所知應該是沒有啦 應該跟日本沒有什麼國仇家恨 那沒有其實沒有必要這樣仇日 更何況今天最尷尬的是 朱立倫說八月他要到日本去 因為這個岸田文雄首相 昨天已經宣布了 在秋天的時候會幫安倍晉三首相 舉行國仗 那時間還沒有公布 但是有可能就是八九月 那朱立倫因為他既訪美之後 他想到日本去訪問嘛 你覺得全裕泰代表 日本駐台灣的代表 他不會把費洪泰 昨天記者會那個全文翻成日文 發回去日本的外務省 發給首相府嗎 會嘛 這個各國駐外代表 一定要收集駐在國的輿情嘛 那你覺得這樣發回去之後 你覺得日本會怎麼樣 歡迎朱立倫八月到日本去訪問 可是朱立倫後來說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有選戰的節奏 可能不見得是我去 我們到時候會挑一個 適當的人選 變成他不敢去 請問誰適當 我提醒朱立倫 夏立言是 現在應該是國民黨副主席嘛 對不對 這個海峽論壇 夏立言是用視訊方式 發表演講 也就是說你對中國的 請問海峽論壇 還不是中國國家舉辦的 它是中國共產黨舉辦的 你對中國一個執政黨 你是用你的副主席的規格 那請問 如果是日本的前首相 而且是一個超級挺台灣的 前首相的國葬 請問國民黨你要派什麼規格去嘛 除了主席之外 還有誰比副主席更大 沒有嘛 那請問你的規格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今天國民黨 其實我對於朱立倫那一天 在國民黨中央降半期 其實我都給予肯定 而且我也支持朱立倫 慢慢地做一個正常輪 可是就是黨內 有很多這些深藍的力量 不斷地在拉扯他嘛 降個半期 你們也有意見 然後去自哀 去哀悼 你們也有意見 但是我相信 這不會是國民黨裡面 主流的意見 至少這幾天 我同台的國民黨 像昨天跟這個李明賢同台 他也認同說 賴清德去 這是一個外交上的大突破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裡面 你什麼時候可以擺脫 國民黨裡面深藍的力量 你才有未來 別忘了 政大選言中心 連續二十幾年 每年做同樣題目的民調 今年最新的已經公布了 他每年大概會做幾題 第一個 你認為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第二個題目就說 你支持統一還是獨立 還是維持現狀 那個比例二十幾年來 其實一個大趨勢是到今年 支持統一的只剩下個位數 百分之一點多而已 支持獨立跟維持現狀的過半數 你認為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或者說兩種都是的 從早期絕大多數的人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是最大比例 到現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 已經過半數了 那如果再加上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加起來已經超過七成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到10% 好 最嚴重的是政黨的支持度 國民黨是一路往下掉 而國民黨掉的 正好就是民眾黨增加的部分 所以國民黨你還不清楚嗎 你如果繼續受黨內那些 深藍的力量綁架的話 將來的國民黨可能會變成 為現在的新黨或是時代力量 來紫澤哥 我請你回應一下 因為費鴻太委員 早上講的記者會 難道是記者誤會他嗎 是錯誤解讀嗎 沒有一句話會讓大家聽 都一樣是這個意思 他後來的解釋 你覺得可不可以認同 而且我覺得這種事情動不動就講什麼狗 什麼的 其實對於國民黨也非常的不好 我願意相信費鴻太委員他的解釋 那主要是因為他 他們辦公室也出來聲明 就費鴻太委員事實上 在安倍前首相遇刺的時候 他在臉書上也對安倍前首相有悼念 甚至是譴責暴力的這個聲明 那我意思說 那這樣立場就一致了 我意思說 這個假設他是真的把 影射安倍前首相就是個狗 那我想他也不用之前發那個文 所以看他 因為主要是這個我看費鴻過去了 去年六月他也有批判 就是說這個蔡總統在推特上去發文 去悼念這個拜登的一個寵物狗過世 他認為說一個中華民國總統 對於一個這樣的這麼小的事情 你都要去發悼念文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他特別講說 昨天他那個記者會 特別講說你應該針對台灣因為疫情 不管是注射疫苗或者是因染疫死亡 這一萬人這樣辦起 而不是為了這個拜登 有為拜登的狗這樣辦起嗎 沒有嘛 所以大家你知道嗎 這個語順會很合理的推敲到 你竟然在影射的是安倍首相 是啦 我是說如果大家有誤解 那他這樣聲明 那我覺得至少他的立場前後是一致的 那未來在類似這一 發表類似的言論 我覺得更謹慎我也同意 那回過頭來我要講 當然國民 大家也都知道 剛剛晃哥也講了 國民黨事實上朱主席也定調了 就是我們在自己的黨部 雖然我們不是公家機關 我們還是這樣的辦起 那主要的國民黨人物對於拜登首相遇刺身亡的事情 也都表達悼念 包含我自己也是 所以即便是馬總統過去執政八年 我們也是走有日的路線 所以沒有人把日本當敵人 當好朋友 但是我必須要說 你們是有日的路線 可是我最近為什麼 青梅有日合中 我為什麼看到的是包括洪秀柱 包括趙少康 包括張亞中 這些人 對啊 不是啦 你們現在到底要討論是國民黨主流意見 還是說其他國民黨的意見 指責你現在講 宏秀柱 民進黨裡面 難道民進黨所有的議題 所有的政策 都只有一個聲音嗎 不是嘛 你問問高嘉宇的聲音 難道代表所有民進黨 到底國民黨現在你說的 有日路線的主流 是要相信誰 相信朱立倫嗎 不然 主席是朱立倫 朱立倫到底要報徐紀本 是啊 那不是 最後我要講 我補充 大家都可以去 再針對 再批判 那我要講就是說 對於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國旗下半期的 這個實施辦法 對就是說 蔡總統這樣的決定 是不是符合這個規範 大家見仁見智 我坦白講 就我的立場 我尊重 因為現在蔡英文是總統 的確這個辦法 總統有權利這麼做決定 那我是說 國民黨至少 出於人也降了半期 但是其他人對於這個事情說 到底 到底這個安倍的 這個偉大貢獻 有沒有符合這個 這個條文規定等等 我說真的不是沒有討論的空間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有其他意見 我認為這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再者大家對於台日關係 台日的歷史 有不同的歷史情感 不同的認知 我覺得說 我也說 大家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不需要 就一竿子打翻一條 這就是 就把他抹紅抹黑 我覺得沒有必要啦 至少黨中要做了立場表態 大家也尊重 也對安倍這個預測性 表示悼念 那這就是原則立場 我先讓將軍 我真的 我指責是講得非常辛苦 但是我聽的實在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 什麼叫做下半期我尊重 贊成就贊成 反對就反對 不要搞尊重 什麼叫尊重 就是你是總統啊 我能怎麼辦 這叫尊重你知道嗎 這叫什麼 胆怯 胆怯 朱立倫如果你覺得說 安倍對我們的友誼非常好 對於台灣的貢獻很好 你就說我贊同就是降半期 如果費鴻泰認為說 你講的那個小狗 是拜登真正養的實體狗 而不是影射任何人 你就說我贊成降半期 你敢不敢講 你敢不敢講 我告訴你 講完就去 就很多人到你不出去K雞蛋 我不騙你了 朱立倫下半期的那一天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到 東方黨部前面去準備丟雞蛋 要不是警察黨那個地方 就丟了 而且那些人絕大多數 不是中國國民黨的 是一些其他黨派 其他黨派 關你什麼事啊 人家國民黨要下半期 你在不爽什麼 你去你的黨部嘛 你去你的會所裡面 你去那邊抗什麼意 所以說很多國民黨 是被這些非黨員的人 綁架 所以我看你們國民黨這樣 我心中都很難過 你知道嗎 講出勇敢的說出對的話 其實講得對 很多國民黨的黨員 他是認同 贊成降半期的 他說這個下半期 安倍對我們 光是那個賣鳳梨的鏡頭 我告訴你 就多少人感動了 那請問 習近平有幫你賣鳳梨嗎 習近平有幫你去宣傳 說你的這個要不要 他不讓我們賣鳳梨 對 就是他造成了安倍 要幫我們賣鳳梨 要幫我們宣傳鳳梨 所以我說這些事情 國民黨不要再凹了 贊成就贊成 不要再想什麼 我認同 我尊重 尊重就是說 你就是總統 我要怎麼辦 大膽一點 勇敢一點 說出民意的主流 不要每次被這些少數的人 綁架 站在民意的對立面 那以後你要講再多人家都說 那你最多就是認同而已 你沒有自己的主張 自己的意見 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不同意 不要再說什麼認同了 我們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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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